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上一层层雾冰 放眼望去更是白马米片 所以你们是在这边认识的 对 我们也是刚刚才实施了 随着疫情趋缓 各国边境解封 加上日本官方寄出补助 民众出门踊跃 到处是游人潮 冬天要游雪 北海道自然成为不少人首选 在地旅游观光业者 从入冬旺季开始就寄出各种活动 要滑雪的 从初学到职业等级都有 不会滑雪也没关系 雪车以及拖曳香蕉船 直接开上雪道 一路奔驰 同样享受呼啸而过的快感与乐趣 更不要说沿途一望无际的 银白世界没景了 有冰 有冰 雪上飞驰 如果还不过瘾 再来挑战匍匍前进 玩雪 玩岛峰 3 2 1 冰雪世界要雪有雪 要冰也有冰 托妈姆更在占地超过三公顷的腹地 打造十一座冰屋 已经陆续开放 带小朋友来看雪 带小朋友来看雪 对 他第一次看到雪 好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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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哪次来几天 我们来五天 这是五天而已 我是第三次 之前都跟团 这次自己开车来 会啊 北海道我们还会再过来 而且要冬天 我觉得冬天比较好 就有雪的地方 对 想爸爸 我觉得有雪比较棒 对 北海道还只要冬天过来 每个人都能和Elsa一样 与冰雪共处 穿过冰城门口 就可以眺望整个冰雪世界业际 好痛快 太快了 在北海道的度假村 不但可以上雪滑雪 而且还有冰屋体验 在台湾呢 其实超商不稀奇 不过在这里呢 冰屋里面的超商可就很有趣了 像这里呢 有冰座的桌子 还有椅子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冰座的陈列架 上面有很多在地的商品 零嘴 饮料 可以供游客选购 体验 冰城里也能见到 贩售冰品热饮与酒精饮料的地方 连饮料杯 甜品 冰淇淋盘 都是冰块打造 下旬开始 还将有冰支教堂 与冰支旅馆登场 教堂跟旅馆抢手到半年前 就需要预约 才能体验使用 玩冰玩雪玩累了 转个身 也有细水泡温泉的另类行程 在零度以下 气温是异常的北国 巨大的温室游泳池 有人灶浪 可以细水玩乐 一旁还有露天女汤 让人户外泡汤上雪 想要宁静 就走一遭水之教堂 由建筑师安藤忠雄所设计 水之教堂 就在北海道头妈母十字架 矗立在林木之间的池中 池水在冬季变成了雪 而随着四季与日夜 周遭环境的变化 不管何时到来 都会欣赏到不一样的景色 水之教堂 也是很多人心目中 举办婚礼的梦幻地点 头妈母位在北海道中央 最冷的湛冠村 记者到访前一周 这里一度出现零下24度 当天日本全国最低温记录 地方政府跟业者 利用当地气候与地形 不只滑雪场 还打造适合四季到访的度假点 多年来已为北海道 冲出高知名度与旅游商机 不断西进国内外观光客人潮 TVB新闻 华少平许起方 日本北海道采访报道 第19一声 都会大楼 基本上外观 第二个